每到中秋首部有送禮 這是今年新竹市府的月餅禮盒 翻到後面地址來自新竹縣 還沒什麼 德標商卻是登地鐵板收店 有議員起底發現 拿下57萬標案的審信負責人 另一個身份是市府公測會委員 女兒還被選為青年委員 質疑沒有利益迴避 要按在評選的過程當中 有另外一家知名的伴手禮店 更是高炳專業 那他的投標金額比起 沈先生的投標金額 還要來得低十幾萬左右 但是在最有利標的評選過程當中 卻沒有辦法被評為優秀 議員質疑高炳名店投標金額 更的確沒得標 新竹市府則強調 採購都依規定執行 禮盒廠商依法投標總店也在新竹市內 並非線外禮品 不過公測會爭議不止一樁 之前才因為特產節床地 仇布隆 槓上當地米粉工會 抖至今年只有兩家米粉業者參加 翻開公測會組織架構 高宏安市長兼任主委 袁信聘用自己選 議員單C沦為市府打擊異己的工具 最近一連串的爭議 似乎變成市長打擊異己的工具 人選的林聘要經過嚴謹的程序來篩選 而不是跟高宏安關係好的就沒有關係 我們是地方上的意見代表 那我們加入公測會是給 就是給公測會的意見就這樣 也沒有任何薪水 公測會美迷提供 柴業界公通管道 振興整體經濟環境 對議員爆出成員得標案 讓月餅禮盒天真意 這個先來請教一下 國民黨的以姓委員 高宏安就是沒有什麼利益迴避的概念 然後你看看現在中秋節快到了 連送個月餅都被議員揪出了一些問題 不過我們回到這個都庚案這邊 因為現在 昨天這個張志祥出來開記者會 剛才志捷形容得很好 他覺得比較像訓斥會 怎麼跟大家都在聽他們的一樣 他就說啦 因為李政浩質疑說 這個都庚案很像搭火箭一樣 這麼快 速度快的不合理 他說這個案件 從送件到核准 花了一年兩個月 是哪裡超速啦 請問一下 他說像這種沒有爭議的 協議的都庚案件啊 這個台北市也有啊 台北市不是推出什麼150專案 新北市 侯友宜那邊也有什麼106專案 這個就是行政效率嘛 不曉得光束在哪裡 哇 現在講新竹的案子 連這個蔣萬安侯友宜 好像都掃到颱風尾的樣子 來 以姓委員怎麼樣看 首先我是覺得 這位秘書長 他其實真的是口氣 不需要這個樣子 你今天依法行政 你把事情講清楚 那大家自然會有一個公平 你放出這一些口氣 這一些語氣 甚至還不惜 或者說是他這個不小心啊 甚至還對他的自己的長官啊 市長語出不盡 這些我覺得都很多語 那你更不用再去牽連其他的縣市啊 那其他縣市也不欠你 其他縣市各有他的原因 所以你牽到其他縣市去 老實說都是很額外的訊息 你把自己的講好就好了嘛 你講的講完 講的侯友宜要做什麼 那我覺得他今天他說 今天這個案子 環評的速度喔 這個快不快 然後這個他是要為民服務 這個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為民服務當然可以啊 環評速度 你也有一個程序 你只要都做到 你可以快也可以 但是今天這個問題不是在於你環評快不快 而是在於你這個背後 到底有沒有牽連關係 也就是說到底有沒有利益的一個回避的關係 到底有沒有求援兼裁判嘛 我覺得法律的問題在這個地方 對 癥結點就在這邊啦 關鍵就在這 那你如果今天沒有利益回避啊 然後你這時候有求援兼裁判 那你環評快 本身就是一個手段了嘛 所以說如果說你今天 並沒有這些牽連的關係 你這中間利益回避都做到了 這些人員之間都沒有這種利益的衝突的一個狀態 或者利益的這個本身牽涉的一個狀態 那你快很好 今天行政效率快沒有什麼不對 如果他今天文字的問題也解決了 你環評能夠正常的一個程序 大家都很clean的情況之下去進行 那就沒有問題 大家沒話講嘛 所以我說今天你不應該是在用這種方式 人家在說你有牽連關係的時候 你說快不行啊 對 如果有牽連關係快就不行 那現在就是說有沒有牽連關係 我覺得還是事情的重點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是說知道就是說 有一些訊息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這中間好像並不簡單 那我必須說其實這個新竹市府 現在我是覺得瓜田裡下要注意 瓜田裡下一定要注意 那我覺得從之前到現在的這些訊息 你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這個公司奮記 似乎並不是很清楚 都沒在拿捏的 我覺得這個公司奮記一定要清楚 瓜田裡下一定要注意 所以這個時間點 老實說也不需要讓民主長出來 這個來講 把這個SOP講清楚 而且你清楚 這只是第一案嘛 對不對 你後面還有很多案子 希望要進行都更 現在被挖出好幾個案子 我覺得現在台灣正好進行到就是說 需要來做一個大型的都更 然後整個都市要變 我覺得台北新北各個主要城市 甚至連台南都有這種狀況 那地方政府把這個程序做好 我覺得是應該的 那這中間你說在這個 因為大家都是在這個建 建築業裡面 各自互相做讀懂 然後彼此都有可能在做環評審議 這個都很有可能發生 可是你要看案子 大家都有可能隨時是我也是環評委員 可是你要看你環評什麼案子 你像每個監察委員 你要考慮到利益回避的時候 是要看這個案子 跟你有沒有其他的牽連關係 這時候你要選擇回避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公司奮契還是要清楚 挖田裡下還是要避免 這件事情背後 我們牽連關係要找清楚 而未來所有的都更案 所有的審議案件 最好都能夠把SOP講清楚 不要再有這種牽連關係 否則不只是市府被批評 市民的權益也受到損害 我覺得這個角度應該從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大家懷疑的就是說 你張智祥秘書長說的為民服務 我們會懷疑 還是這是為你自己的房東服務 大家這樣想嘛 你看看以信委員也覺得 挖田裡下不好 民進黨的智傑也覺得這樣不對 另外來看連時代力量 其實這是大家的共識 會覺得說今天不管你誰 擔任新竹市長 你就是不能一邊接受賤商的愧贈 一邊去省賤商的案子 這個就是踩在 利益迴避的紅線上嘛 好這個律師黃定穎也出來講囉 他出來提點 他說高宏安真的慘了啦 如果說他真的有什麼涉犯 什麼不違背職務收賄罪等等 有可能處七年以上的徒刑喔 那麼先前有一個潛力 是新北的副市長許智堅 被眾判十年徒刑喔 好當然這個案子還要繼續查 但是如果真的好 真的像是吳征啦 真的像是李正浩所指控的 高宏安這下真是慘嘛 來議員 我其實我大概上一陣子 就大概向前提到說 你當看到這個國民黨 開始跟這個高宏安切割的時候 你知道高宏安完蛋了 因為現在我有已經說 他要把這事情講清楚了嘛 對不對 到底有沒有這個對價關係要講清楚 其實曾經新聞也講啦 這個其實高宏安 確實有很多問題 是有待釐清的嘛對不對 大家都下車了 但事實上我覺得 有一些人是很難下車 包括我覺得國民黨 仍然大家還是不會忘記 當時朱宇倫是怎麼出來 率先喔 自己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這個朱宇倫是怎麼出來挺 這個高宏安說 哎呀我相信司法 一定要 不是會喔 一定會 一定要還他清白喔 他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司法為什麼一定要還他清白 所以當時我覺得 大家沒有辦法切得這麼乾淨啦 還是有這個狀況 可是我今天要回過頭來去講 這個新竹市政府的狀況 因為新竹市政府 我家記者會 他真的是文不對題啦 他其實完全沒有對 大家的疑慮 所做出一個澄清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先講啦 他講這個 這個林志堅當時其實喔 這個好像似乎有在推動這件事情 他們也沒有加快 他們只是延續 其實這個是完全忽略 當時寡婦樓的一個案子的一個 一個原由喔 其實這個要回過歷史去講說 這個寡婦樓他是曾經是這個日本喔 在二戰時期在我們新竹地方 一個非常大型的軍工廠的一個遺址 所以他其實是具有他的一個歷史含義在 那後來1949年這個國民政府 遺址來的時候 確實把當時很多這個軍眷 尤其是失聯的軍官等等等等 就把遷移這個舊址裡面 先去安置他們 所以才因此叫寡婦樓 這樣子的一個俗稱嘛 所以寡婦樓後來 演變到這個2015年 那時候已經很多人都已經遷出去 然後確實這遺址 已經在產生說 大家在思考說 接下來要去保存他嗎 還是要去都更還要什麼 所以確實當時是在這個所謂的 文資的這個認定的一個期間 遭有人去惡意去破壞 甚至於把外牆全部都拆掉 那當時很多人就揣測 說這個揣測就是拆掉 就是希望說可以推動都更 我不要他被認定為這個古蹟 如果認定為古蹟 我可能就沒有這個商業利益 或都更利益可言了 所以因此很多人就說我是惡意 那林志堅為什麼當時會暫停這件事情 也就是如此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有人去惡意 把這個可能被認定為 這個這個文化遺產的地方 去拆掉 然後我又進行都更的話 那我不是在圖利這些都更者嗎 我甚至於在獎勵他破壞 這樣子文化遺產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決定 林志堅決定說 我要先暫停 我不要進行了 所以因此今天這個高雯火安 回過頭去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跟林志堅的政策 有所轉變了嘛 所以這是第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新竹政府 完全沒有去提及 去回應的一個議題 第二點呢 其實剛剛各位也說啊 這最重點是什麼 重點不是你今天做這件事情多快 或你是據什麼 為民服務不行嗎 你可以啊 但是重點是你的市長 有這個利益迴避的關係嘛 有利益牽連的關係嘛 我跟大家再報告一下 其實這個利益牽連是超級明顯的 為什麼呢 大家不要忘記林美滿 也就是說今天這個高雯男友的這個房東 是當年高雯是大概2月被派到進出 這個所謂回避 這個他的住宅嘛對不對 回建築 好2月被派到 當時林美滿是什麼時候買這個建築 大家記得嗎 1月就一個月前而已 那你說他買這個幾千萬的建築 是為了什麼 為了就租給一個人5萬塊一個月嗎 而且高雯萬應該是12月底的時候上任嘛 如果1月才買 哇這個時間點確實很近耶 大家會合理的懷疑啊 啊這個林美滿他的關係人 其實剛才也提到就是這個林美英嘛 林美英可能是他的親戚啦 應該是蠻近親啦 林美英其實也就是參與這次寡婦樓 的一個杜甲案的核心嘛 所以就是說所有都是連結在一起 那你新手的時候 光說我速度快不行嗎 你當然可以快啊 但是你今天沒有提到重點嘛 所以我還是要講啦 我認為這個案子絕對 第一個不單純啦 我覺得李正浩繼續去抓這件事情 他自己要小心 真的他自己要小心 因為這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 而且這涉及到當時 有可能是去拆這個寡婦樓 相關的一些 這個 外圍的一些牆壁的一些利益 這個都可能啦 你想要提醒李正浩注意安危 他說我好兄弟啦 所以我當然要提醒他 但第二個部分啊 大家我覺得也沒有辦法去切割這種清楚 其實這個高家也曾經說一句話被罵死 就是這個一絲五命啊對不對 但一絲五命我認為當時講的狀況 可能我覺得不太正確 但是現在我們眼深深看到高煌這狀況 可能真的涉及到所謂的一絲五命 涉及到誰 包括有朱玉倫 那朱玉倫當然涉及到侯友誼嘛 你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候選人 你朱玉倫當時怎麼挺呢 我再次提醒一下 他說司法一定會還清白 這是這樣挺 柯文哲還沒出來的時候 朱玉倫已經出來 第二個啦 其實就是柯文哲本人嘛對不對 但是涉及到還有誰 大家不要忘記 柯文哲還有一個親戚要選新竹立委啊 要柯美藍嘛對不對 他小妹啦 對啊 那這會不會影響到選情 當然會還有他自己 所以這個全部都是連在一起的一個政治效應 還有郭台銘啊 還有許巧新啊 還有羅志強 都是在第一時間的時候挺高鴻安的 所以意思是要六命喔 所以這些人現在是不是都要下車了 來自解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邱顯智委員的發文 我們也很驚訝 因為他終於醒了 因為在此之前 他716遊行都在講居住正義 可是面對新竹市的市政府 市長跟這個建商的關係 這麼久以來他完全沒有發文 我們已經追了大概一個月了 所以很高興看到邱委員醒過來 那第二個是 我覺得並不是說不能都更 我們這邊也要澄清 我們新竹也是要進步的 但是這個案子 已經是十年前的一些條件了 如果高市長 你現在要用光速通過 那你要告訴我 這十年來我們周邊的居民 還有物價對不對 還有你可不可以爭取更多的社會住宅 我們現在已近的青年這麼多 你的條件跟建商 應該要談到更有公共利益才對 而不是到時候債留市政府 利益圖建商 對都更不是不行 而是這當中有沒有利益迴避 你市長自己要比較有漸漸 要有那個奮技存在啦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看 過去挺高洪安的 現在誰還敢跟他站在同一邊呢 連這個阿編郭台銘都說 洪安啊 人在做天在看 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看